在今年的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中 杨阳迪丽热巴与航天工作者同台花絮释出 荣耀与现实版航天工作者梦幻联动DNA动了 这是多么令人动听的话语 网友们纷纷赞叹荣耀夫妇永不散场 浪漫不止一下荣耀夫妇一起奔赴星辰大海等等 直呼看不过瘾 这是什么样的梦幻联动 这是小说写尽现实了吧 当杨阳与迪丽热巴再次合体与航天工作者同台时 真的是梦回婚礼现场是一起的荣耀 简直不要太扬眼 他们是为小说量体制作的吧 温山软水满天星辰 不仅你眉眼半分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 从阿娜尔汗走到今天 出道七年 他从始至中想做的就是一个演员 他们说他捆绑陈伟婷 陈伟婷演唱会事件后 他第一时间出来澄清 详情可以去翻翻大粉微博 还原演唱会事情的真相 他们说他捆绑高伟光 他接受采访说和高伟光没有火花 他们说他捆绑张彬彬 他接受采访说把彬彬当弟弟看 他们说他捆绑陆寒 他节目各种避嫌 澄清自己单身 迪丽热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杨阳 怎么说呢 网友那句话说得好 人生的乐趣就在于反复喜欢上杨阳 之前看微微一笑很清晨的时候 还没觉得怎么 到如今的你是我的荣耀 惊喜地发现他越变越帅气 年龄长了 状态却越来越好 眼计沉淀下来 眼睛里有东西了 刷弹幕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 你可以永远相信杨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